5.5的地震 那另外在10点14分 有一个规模6.2的一个余震 这是最新的一个地震跟余震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我们在早上7点58分 同步发布的一个海啸警报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我们根据石器的观测的结果 还有研判它的后续的一个发展 我们在11点10分 做一个海啸警报的一个解除的一个动作 那这张图所检视的是 我们气象署在沿海所设置的一个潮位站 那所观测到的一个海啸坡的一个状况 其中最大的一个海啸坡的一个观测 是在乌石港的位置 它的观测到的潮位高是82公分 再接下来就是苏澳 不好意思 苏澳应该是说成功54公分 成功是在南边这边54公分 苏澳这边是43公分 那我们在台湾东部这边就刚刚提到说 海啸坡还是会绕过海这边 在台中港是观测到27公分的一个海啸坡的一个潮位高 那这个高度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要看海边的一个海底地形的一个关系 那基本上因为虽然地震发生在这个位置 它理论上那边的潮位应该是会比较高 但是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有关 我刚刚早上提过 这边是一个比较算海沟的一个位置 它在海床的深度并没有一个从深到浅的一个变化 不容易让海啸的一个深层 那在乌斯港的部分 因为它是毕竟它海床有一些缓坡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边所观测到的潮位高是比较高的 一样在我们东石成功啊 这边大概都是一样的 跟当地的一个海床的一个深度 有相关的一个密切的一个直接关系 那这边是跟各位更新余震的状况 地震最新余震的状况 还有我们解除海啸警报的一个讯息 供各位参考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像鼠的最近说明 目前已经解除了这个海啸警报 不过未来四天恐怕还会有规模 是7.0的余震 这也是921之后最大规模 目前已经有累计超过30起的余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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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